觀眾朋友們好 這裡是十一月四日的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財經方面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為您看到的是彭博通訊社的一篇報導 文章引述知情人士介紹中國方面正在考慮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川普會晤的地點 以簽署全球這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協定第一階段 北京官員曾經希望如果習近平前往美國簽署協議第一階段 那麼把它作為國事訪問的一部分 但是即使不是這樣 他們也願意讓習近平去 有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官員這樣說 而目前似乎尚未做出決定 我們知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周一在曼谷舉行的一次區域收納會議上 會見了包括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還有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內的美國代表團 而在會見李克強之前 羅斯在一個早間商業論壇上說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協議第一階段進展颇風 而川普此前告訴記者一份貿易協議如果完成的話 那麼將在美國的某個地方簽署 奧布萊恩周一在曼谷對記者表示 我們離達成協議很近了 他還補充說如果雙方準備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那麼川普將邀請習近平到美國 他表示我對此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而羅斯在周日接受彭博社採訪時也表示了樂觀的心情 認為美國將在本月與中國達成初步協議 然後再進行其他階段的磋商 他還表示許可證將很快出台 允許美國公司向中國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出售部件 現在呢有跡象表明貿易緊張局勢其實正在緩解 美國的股票期貨還有全球股市一級上漲 周一中國的離岸價上漲了零點二七個百分點 到了每美元七點零二二七 創下了自五月份以來首次一百日移動均線 而羅斯表示第一階段協議特別複雜 並稱美國要確保雙方對達成的協議有非常清楚 正確還有詳細的瞭解 不論是在愛荷華州還是阿拉斯加還是夏威夷 甚至是中國的某個地方都是有可能協議簽署的地點 接下來呢要為您帶來的是來自紐約時報的一篇長篇深度報導 文章介紹了華裔科學家 特別是在從事生物醫藥領域的華裔科學家 現在在美國遇到的一些問題 這是他們罪有應得嗎 還是這是一次種族歧視的表現呢 我們一起來看這篇文章 文章開篇介紹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還有聯邦調查局已經開始一項巨大的努力 已剷除科學家正在從美國各地機構竊取其他國家生物醫藥研究結果 他們發現並正在調查的幾乎所有事件都涉及中國血統的科學家 包括規劃的中國公民據稱是為中國偷竊的人士等等 包括美國許多罪付盛名的醫學院在內的七十一家機構 現在正在調查一百八十起涉及潛在知識產權盜竊的案件 而在聯邦調查局提供的信息提示下 美國國立衛生院去年開始發函 敦促負責監督政府撥款的管理人員保持警惕 去年他們一共發了一萬八千封信 到目前為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已經將二十四宗有可能有犯罪活動證據的案件 移交給了衛生和公共服務檢察盤檢察長辦公室 而這樣一個辦公室可能會將這些案件移交給刑事訴訟處理 國立研究院外研究副主任劳爾表示 這似乎打擊了生物醫學研究的每個學科 而調查也激起了人們的擔憂 也就是中國正在利用美國科學體系相對開放性的特徵 從事大規模的經濟間諜活動 而同時呢脫網的規模正在科學研究人員隊伍中引起震動 其中有一些人表示隨著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加劇 中國華裔科學家正受到不公正的審查 而所謂的道歉呢往往不涉及軍事機密 而是涉及科學思想涉及設備數據方法等方面的內容 他們有可能導致有利可圖的新療法或者診斷工具的發明 而美國國立研究院說 有一些接受調查的研究人員已經在中國獲得了美國政府資助 美國機構所擁有的工作權利 與美國大學還有行政人員表示 其他人被懷疑在中國建立了秘密複製美國研究成果的研究室 而MD Anderson的發言人佩頓表示 就任何人士而言我們通常不會透露影響人員的名字 或者是詳細的個人信息 但是到目前為止大概有十二位科學家已經辭職 或者被美國大學或者是所在的研究中心解僱 有一些人呢拒絕討論針對他們的指控 其他人則否認有任何不當的行為 而在一些情況下 被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或者是其他聯邦機構支持的科學家 被指控接受中國政府違反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定的資助 這些人說他們並不知道必須披露或者是禁止這種安排 在八月堪薩斯大學的一名化學家陶豐因涉嫌四項欺詐罪名成立 罪名是涉嫌未能披露在華的任命大學所獲聯邦資助的情況 而他的律師表明檢察官把目標對準了 犯了一個簡單錯誤的一名學者 他在採訪中說教授放暑假回國 通常他們在夏天去中國 他們認為不必匯報這樣的情況 但是接下來卻被告知他們被控以二十年罰款電信欺詐罪 這就像是你是在開我的玩笑嗎 而加州大學黑斯廷斯分校法學教授弗蘭克五表示 調查使得中美兩國學者感受到他們將成為攻擊目標 並且處於危險之中 自二零一四年以來 美國司法部至少放棄了對於四名華裔科學家的盜竊指控 其中包括兩名印第安那州的公司科學家 俄亥俄州的國家氣象水文專家 還有費城天埔大學的一位教授 而司法部在二零一六年更改了規則 對華盛頓的檢察官對這些國家安全案件的審理 進行更大的監督權 但是勞爾博士和其他官員表示 對生物醫學調查的研究發現了明顯的不當行為證據 勞爾博士和中心的官員表示 在MD Anderson的一個案例中 有一個裝有研究數據的計算機硬盤驅動器手提箱 被科學家送往中國 他們認為總的來說這些案件描繪了令人不安的經濟間諜情況 中國政府一直在利用美國基於信任 還有思想自由交流的生物醫學研究系統 他這樣問道如果你是一名美國科學家 通過贈款申請將最好的想法發送給美國政府 而最終卻有人在中國開展你的項目 你會感覺如何呢 而國立衛生院關於生物醫學研究失竊的擔憂 至少可以追溯到二零一六年六月 當時FBI與國立衛生研究院聯繫上了 官員們對於美國科學研究系統有著不同尋常的擔憂 同行評審是如何發生的 採取了什麼樣的控制措施 勞爾博士說他們需要瞭解我們的系統與國防機構相比的工作方式有什麼樣的差異 而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七月告訴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中國正在利用非傳統的情報收集者 然而根據聯邦調查局還有其他來源的信息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下旬開始向全國的醫療中心發送信函 要求管理人員對於個別科學家進行調查 勞爾博士表示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東西 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最初的一些問題呢 其實是MD Anderson的管理人員發現的 在二零一八年八月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之間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到了五封信 要求管理人員調查五名教職員工的活動 癌症中心的負責人皮特皮斯表示 他的同事們對於教師的電子郵件進行了審查 結果發現令人不安的證據 在提供給紐約時報的經過編輯的電子郵件中 有一位科學家計劃向中國同事發送專有的測試材料 他寫道我應該能夠將整套帶給你 如果我弄清楚如何將實際管冷凍的DNA裝到飛機上的話 而MD Anderson的電子郵件還暗示 醫療中心的一位科學家向中國政府發送的數據 還有研究以換取千人計劃下一年七萬五千美元的任命金 這個項目是北京於十年前成立的旨在招募大學科學家的活動 而根據一份有關調查的內部報導 研究人員有法律義務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及其學術機構披露此項付款 而科學家卻並未這樣做 MD Anderson的另外一位科學家已將機密研究轉發給中國的一位聯絡人 並寫道復健中是腫瘤發展中有關線立體DNA突變的應用 請你自己看就好不要外傳 而MD Anderson的管理員說三個科學家已經辭職 另外一個已經自願退休 而第五起案件涉及一名科學家其犯罪行為不夠嚴重 沒有辦法被解雇 現任中國浙江大學公共衛生院院長的吳錫鳳博士 拒絕就他辭職的情況發表評論 他說我想關注於我的研究 而MD Anderson並不是唯一一個可能進行不當行為的機構 在上個月兩名已婚的科學家分別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全國兒童醫院工作了十年的四十九歲的周宇 還有四十六歲的成立被控告 他們竊取了醫院開發的技術 並將其擁有申請中國專利 並在中國建立生物技術公司 而周的律師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 這對夫妻沒有犯罪 而周博士是科學研究的開拓者 在今年五月亞特蘭大艾莫里大學的兩位科學家李小江博士 還有李世華博士也被解僱 原因是管理人員發現他們從中國的千人計劃中獲得資助 這對夫婦在亨廷頓士病的研究領域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 大學管理員拒絕提供更多的信息 李小江博士在中國南方濟南大學附近的一次採訪中說 他們像對待犯罪一樣對待我們 他和妻子現在在中國的這所大學工作 他對他們沒有向中國報告關係這樣的想法提出了意義 李世華博士補充說我們的工作是為了人類 你不能說我們在中國工作就不忠於美國 而七月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倪傳學前主任張康博士辭職 報導披露他似乎在中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參與 依賴他在大學進行的研究 而張博士也是千人計劃的成員 他並沒有披露他的角色 他的律師表示張博士的停止與他參與這家中國生物技術公司 或該計劃無關 而是與他兩年前在臨床試驗中擔任的研究行為有關 但是聯邦官員表示中國的初創公司是建立在科學和醫學技術之上的 國立衛生院用納稅人的錢開發 勞爾博士表示我們知道在中國已經成立的一些公司 我們用國立衛生院的錢為其提供了資助 勞爾博士還表示有一些華裔科學家秘密的在中國獲得了在美國進行研究的專利 千人計劃的一些研究人員簽署了合同 要求他們向中國政府提供在美國取得的機密成果 如果國立衛生院資助了他們 那麼他應該可供美國納稅人使用 但是如果在中國也獲得資助 那麼他將把美國的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 而聯邦和學術官員強調 他們並未針對中國研究人員的種族 但是聯邦調查局對於如此多的調查如何開始 始終保持沉默 這更加劇了人們的擔憂 也就是政府為了揭露經濟間諜活動所做的努力 可能會使所有的華裔科學家望而卻步 並使招募中國學生和學者更加困難 我們無法分辨誰是有罪的誰是無罪的 但是要看一看對華裔的實際影響如何 我們之前提到的法學教授弗蘭克吳先生說 現在人們生活在恐懼中 這是影響而不是意圖的問題 而隨著川普政府採取強硬路線對抗中國 其中包括懲罰知識產權以及徵收關稅 吳先生看到了有關中國還有對於中國態度的急轉 他說我現在不斷收到來自中國的電話和電子郵件 甚至包括收到威脅的美國公民 但是要補充很少有人願意直接提出歧視指控 而對於勞爾博士而言 種族主義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 他說並非所有的外國影響案件都涉及中國 他補充說真正的問題是面對日益增長的安全問題 如何保持科學思想的公開交流 在MD Anderson管理員正在加強控制 以減少對數據的自由訪問 比如人們沒有辦法在無線網絡上使用個人筆記本電腦 該中心也禁止使用閃存驅動器 還禁止使用USB端口 現在呢還可以遠程監控其所有員工的計算機 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在進一步收緊政策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委託一個獨立的科學諮詢小組 為平衡開放性還有安全性的方式提供建議 並且警告科學家基金會資助他們禁止參加中國千人計劃等計劃 而前面所提到的博士表示 聯邦調查局為研究機構提供了工具 可以掃描電子郵件中的中文關鍵字 從而使管理人對違規行為更加警惕 他說這將使我們面對長期的信任關係產生影響 因為我們不習慣中國這樣系統性作弊